嘿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视频要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关于电视棒的U盘扩展 其实这个也是网友提出的一个疑问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电视棒它的存储空间是非常小的 基本上都是2加8GB组合 内存方面小也就小 但是存储空间如果小的话 我们安装一些应用 就会显得捉菌见肘 一般情况下厂家给我们预设的 收音空间都是在2GB到4GB之间 但是安装一些应用之后 就会显得空间不足 进而造成卡顿等一些现象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用U盘扩展的方式 当然了不同的电视棒可能操作方法也不太一样 同时也考虑到我的观众用什么样的电视棒都有 所以今天我会分别用安卓9.0的Fire TV 安卓10.0的谷歌TV以及安卓11.0的小米电视棒 分别做一下演示 并且因为这些视频涉及到U盘拓展 我也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针对不同的电视棒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拓展物以及U盘 OK前面就不废话了 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 关于拓展物 其实我们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火棒4K 火棒4K跟小米电视棒实际上是同一种 都是采用这种micro USB的这种拓展物 非常简单 成本的话也就是五六块钱 淘宝上就应该可以买到 不过油费可能比产品本身还贵一些 好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比较特殊是TIVO TIVO我们单独拿出来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有micro USB接口 但是实际上我们关于拓展这块 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接口 就是这边它有一个type-c的接口 那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直接买这种拓展物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插到这个地方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说TIVO其实是成本最低的 nice 第三种就是谷歌电视棒 好关于谷歌电视棒我买了三种拓展物 它们的价格其实也不太一样 一个是20多块钱 一个是30多块钱 一个是50多块钱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这个应该是最便宜的 但其实它实用度是非常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带了一个type-c的供电口 还有两个USB的接口 仔细看就可以看出它有一个USB2.0和一个USB3.0 实际上如果两个都是USB2.0的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协议它也转不出特别高速的 所以2.0 3.0都无所谓 这个是实用度非常高的一款 而且它性价比也挺高的 其实它也没什么品牌 我就是随便从淘宝自己搜的 其实我比较喜欢第二种 因为第二种其实放到电视机背板 是毫无违和感的 就是特别的简念 这边的一个type-c的供头 然后这边type-c的母头是用来供电的 还带了一个USB3.0的接口 所以第二种也是可以的 第三种是京东上买的一个有品牌的 这个是绿莲的 那么可以看到它是带了一个USB3.0 和一个type-c的供电 这三种都可以 但是就外形而言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一款 这款有一个好处 就是除了U盘做拓展之外 你还可以额外的加一个U盘读取 反正这三款我觉得各有千秋 这里不推荐的是这一种 我实测就是接上谷歌TV之后 它本身就占用了0.6瓦左右的一个功耗 我觉得对于一个这种小小的电视棒 本身它的额定功率就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用功能这么多的一个拓展物 也没有什么必要性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U盘的选择 我个人比较推荐这种闪迪酷豆系列 就不管是16G和32GB都是可以的 我个人觉得32GB可能性价比最高一些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选择32GB的 至于2.0还是3.0 其实这个都不是很有所谓 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2.0系列 因为2.0系列它的发热量比较低 而且它功耗也比较低 当然它跟3.0可能就差零点几瓦 但是我们选购的原则是尽量省电稳定 这个是优先的 好了 我们打开Fire TV之后 第一步是先接上U盘 这里多说一句 我们最好是在插入U盘之前 在电脑上先把U盘格式化成FAT32 或者是EXFAT格式 这样确保它能够正确的识别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把它格式化成外部存储 第二个选项是把它格式化成内部存储 当然了它可能没这么说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选择第二项 yes 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你的U盘格式化 好 现在它就已经格式化完毕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点击OK 在关于下面就有一个存储 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份存储空间 一份存储空间是它机身自带的 另外一份64G的U盘就是我们刚才挂载的 同时在MyFire TV这个选项下面 这个就是U盘 第一个选项是弹出U盘 第二个选项是格式化成外部存储空间 注意这个操作它是没有确定按钮的 如果你点了这个按钮 它就立刻格式化 尤其是当你安装了很多应用 在U盘上 然后你再点一下格式化就瞬间没有了 第三个选项是管理已经安装的应用 好 现在我们安装一个应用试一下 好 我们这边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小游戏 好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我们下载完之后 看看它具体到底是安装到U盘上了 还是机身 好 这边已经下载好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回到主页 我们找到应用 然后这边有一个管理所有应用 这个已安装的应用 第一项是展示所有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USB only 这个地方就是展示U盘安装的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游戏已经成功的安装到U盘了 右边有一个小的标志 一个U盘的标志 当然了 Fire TV可能不是所有的应用都能安装到U盘的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打开应用商店 我们再重新下载一个应用 比如Vivo 好 点击下载 安装完之后 我们还是回到应用 在应用管理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USB only 这里面并没有刚才安装的Vivo 那也就是说 有一部分应用是无法安装的U盘的 它这个逻辑可能是有一部分 流媒体的软件可能是预制的 或者是Fire TV独占的一些应用 这种独占的一些应用就比较特殊 它类似于系统软件 它是不允许让你安装的U盘的 但是即便如此 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因为它可以有效的去缓解 Fire TV的压力 这个就是Fire TV的演示 下面是谷歌TV 好我们这边打开谷歌TV 打开之后 第一个操作就是打开开发者模式 我们在设置里面找到系统 找到关于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步骤 已经非常的了解了 然后我们下拉到最后一个选项 安卓TV操作系统版本 在这个操作之前 你最好升级一下系统 这个地方我们快速点击4次 然后点击返回键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出现了一个开发者的选项 进去之后我们继续下拉 基本上是倒数第二项 强制允许应用写入外部存储设备 注意这个选项 以前我们是没有讲过的 我们把这个选项打开 你把这个开关打开之后 你的Google Play的应用 才可能写入到U盘 之后我们把这个U盘插好 这边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 在你插入U盘之前 最好在电脑上 先把它格式化成FAT32 或者是ESFAT格式 那么这边它就会有一个提示 说正在检查你的U盘 在设置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系统 系统下面有一个存储空间 存储空间也会有一个 U盘展示的这么一个界面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U盘显示已弹出 就是什么都没法操作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还得从通知栏去进入 但是其实谷歌在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小的bug的 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U盘的卷标是中文的 它这个地方有可能会闪退 所以我建议大家命名的时候 直接命名成英文 就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了 言归正传 还是点击Home键长按一下 调出通知菜单 然后我们从通知栏去点击U盘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能够出现这个选项了 是不是非常神奇 如果说你没有出现通知栏的话 大家可以重新插拔一下U盘就可以了 这里面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是浏览 第二个是设置为内部存储 我们选第二项 设置为内部存储 然后点击第二项隔制化 好了 隔制化之后 它会有一个提示 说将数据移动到U盘 点击稍后再移动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就显示出了闪迪的U盘是62GB 右侧 大家也可以看到 相应的每一个模块的占用的大小 目前U盘是没有任何应用的 所以这里面显示16KB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可用的存储空间是61GB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我们回到首页 从Google Play下载一个应用 比如说应用 我们点击安装 我们从Google商店去下载的应用 我们看看它到底是下载的U盘 还是下载的内部的存储空间 OK 是可以打开的 这样我们还是长按Home键 然后点击设置 在应用里面我们找一下 OK 这个就是刚才运行的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它使用的空间是U盘 可能有小伙伴就问了 说已经安装的应用 能不能挪到U盘 这个很显然是可以的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应用 都可以挪动到U盘 比如说系统软件 什么是系统软件 比如说Google Play商店 它就是系统软件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没有办法挪到U盘 什么是可以的 一般情况下 这些流媒体的软件 比如迪士尼 它肯定是第三方的 它是可以挪到U盘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迪士尼 我们点中之后 然后选择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再单击一下 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选项 其中一个选项 就是挪到U盘 我们选择到第二项 它就正在迁移 它就会把整个的迪士尼 迁移到这个U盘里面 好 非常快 现在就已经挪到U盘了 挪到U盘之后 我们看看还能否正确的打开 大家看到 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 没有问题 它是U盘 有小伙伴就问了 是不是所有的应用都可以写入U盘 这个是不可能的 好 在这边我想强制去插拨一个知识点 安卓盒子的软件是分为两种的 一种是非系统软件 一种是系统软件 非系统软件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比如说第三方应用安装的 当备市场安装的 这些软件 肯定是可以安装到U盘的 也是可以转移到U盘的 值得一提的是系统软件 其实它也是分为两种的 一种是安卓本身的 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 比如说Google Play商店 它是无法移动到U盘的 再有一种是厂家定义的 也就是说 我们平时使用的奈飞迪士尼 它既可以是第三方应用 它也可以是系统软件 这完全取决于厂家是如何定义的 如果厂家把它定义成系统软件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无法移动到U盘 比如说TivoStream电视棒 它就是把奈飞定义为系统软件 这个时候它只能更新 不能够卸载 也不能够转移到其他的U盘 好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小米电视棒 小米电视棒是属于安卓11.0的系统 首先第一步是点击设置 点击设备偏好设置 我们先把开发者模式打开 我们点击关于 最底部有一个安卓TV操作系统版本 还是同样的按四下 点击返回 这个时候设置里面就多出了一个开发者选项 点击开发者选项 一直往下拉 这里面有一个强制允许将应用写入外部存储设备 我们把这一项打开 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你的应用能够写入到U盘 好 通电之后我们插上U盘 同样的它会弹出一个提示 还是在通知里面去点进去 其实操作方法跟谷歌TV是差不多的 点击设置 还是设置为内部存储空间 点击格式化 这边的格式化速度一般取决于U盘的大小 好 目前已经格式化 格式化之后还是出现两个选项 立即移动和稍后移动 我们点击稍后移动 此时大家可以在设置里面去找一下 点击存储空间 那么此时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U盘61GB 当然下边这个大家可以忽略 因为我之前插过其他的U盘 点击这个U盘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目前的一个应用的分布的情况 目前是可用线60GB 好 下面我们打开谷歌商店 还是同样的随便下载一个应用 比如这个应用 点击安装 点击打开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这个主页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它就是存在这个U盘里面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给它挪到内部的存储空间 也就是说这个操作跟谷歌TV是差不多的 好 比如说我们挪回去 好 这样它就跑到机身内部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用 MeTV plus 它是系统内置的 并且它定义成系统软件了 我们点击这个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我们再点一下 它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也就是说它是系统软件 不允许我们去挪到这个U盘 OK 那简到这里 三种电视棒都演示完毕了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 电视棒扩展U盘的一些要点 第一是为了方便识别U盘 最好提前用电脑将U盘格式化成FAT32 或者是SFAT格式 眷标最好是英文避免出现bug 第二是对于原生电视盒子 比如说谷歌TV或者小米电视棒 要打开开发者模式里面的 强制允许将应用写入外部存储设备的选项 好 最后我们再说明一下 采用U盘扩展的方式 是为了缓解电视棒存储不足的问题 但是外部存储的速度 应该不如机身存储速度快 所以大家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但是一般不影响使用 对于空间不足的用户 肯定是利益大于弊的 OK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转发和分享 B站的小伙伴可以一键三连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